我們現在來抄這一個 不行 不行 一元起飆 不行 沒有他們講的 飆飆 不行 CVT還好啦 其實CVT 我覺得他不會短命 可是 我覺得不管CVT 還是傳統的變速箱 一定都會 久了一定是會故障 里程數高一定是會故障 可是我覺得 其實CVT修起來比較便宜 我覺得啦 有辦法檢舉亂開遠光燈了嗎 他媽我 我昨天才遇到一台Vendro的 就這樣 它不是開遠光燈 它是開後霧燈 我真的氣笑 我跟你說 我跟在後面媽媽 真的有夠火的 其實它這個輕油店的 我這次先炒試看看 如果先炒我們到時候賣掉 沒有賠太多錢的話 我再試看看 買一台油店的來試給大家看一下 營業車不一定是小黃 有收過Uber 沒有呢 我目前是沒有收過 其實喔 不管營業車啦 還是小黃 Uber多元計程車 其實我覺得有 這個問題以前有人問過 他說 小吃客有些人開Uber 可是他的大牌 不一定有 有 也是自用牌 對不對 以前還沒有管制的時候 有沒有 大牌也是自用牌的時候 那你怎麼知道說 你會不會買到Uber 那我是這樣講啦 數字這些東西都是佐證 里程數這些佐證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 把重點放在說 他的車況好不好 照顧的好不好 車子有沒有事故 有沒有泡水 那如果說 假設 他車況非常好 里程數也不高 然後整個 車況維持得很好的狀況之下 他做過Uber 其實我覺得不怎麼樣 也沒有關係嘛 對不對 做過Uber 也沒有關係嘛 136現在還有人在玩嗎 有啊 比較少了 因為車真的蠻舊的 家裡有一台Tierra冷車 開停紅燈時會有暴衝 空檔會拉轉 是變速箱壞了嗎 喔變速箱應該掛了 如果Tierra的話 修理應該不會超過2萬塊 COO可以買嗎 可以啊 COO可以買啊 COO目前我覺得還 價錢不太會掉了 還蠻保值的 新鮮草136P CPT爬上50嗎 欸我還沒試欸 欸柯P去試 柯P去買的 我連車長什麼樣 我都搞不清楚好不好 我還不知道 等我回來有機會試 我再跟你們分享 好不好 OD檔油門要放嗎 可以踩著直接按嗎 可以 可以直接按 然後 對我們不推薦保養廠 因為之前我講過喔 推薦保養廠 有時候 保養廠師傅跟我們 會哈 那跟你們不一定會會哈 所以之前也介紹過一些 很熱心的幫人家介紹 結果都會被人家 被人家陷你知道喔 就說啊 小師你介紹這個怎樣 小師你介紹這個怎樣 後來我就發現 其實有時候 我們覺得人不錯的人喔 別人不一定跟他會好 所以之後我們就決定 都不去介紹 什麼烤漆廠啊 有人問貼格勒子的啦 有人問什麼 汽車美容什麼 我們都一律不幫人介紹 好不好 行駛中 跳速頓挫變大 是變速箱快掛的嗎 不一定 有可能是濾網堵住了 那也有可能變速箱的韌體 可以去更新 如果是新一點的車 那也有可能是油太髒了 好不好 不會沒有煞車含住後輪有像老舊的門開關的異音 比較有可能是哪方面的問題 老舊的門開關 啊我知道 煞車鼓啦 啊如果你後面不是煞車鼓 是四碟的話 你就要去看一下煞車皮跟那個分棒嘛 檢查一下 Tiana J31因為海洋感知器亮引擎燈後換新品還是又亮了 怎麼處理比較好 車老闆 車店老闆說可能要換引擎現煮 欸我建議你可以換一間修理廠看看 確認一下是哪裡壞了 好不好 所以你如果遇到一些沒有那麼專業的修車店 他就是電腦插下去就幫你先換了 啊換了之後也不能退錢 裝那種電子零件裝上去以後 材料商是不給你退錢 然後再來跟你說欸可能是縣主 啊你又換了縣主嗎還亮著 又又看多別的 你會修不完 所以我建議你換一間修理廠試看看 好不好 網路上看車後還親自打電話確認 實際到車廂後才說賣掉了 改背介紹別台 還一直用台語叫你絕下去 快絕下去 遇到這狀況要怎麼逃脫比較好 唉 我跟你講啊 去了沒有你就該走了 我昨天也遇到一個來孤車的一個 客人他也是一樣的狀況 他不是說車賣掉 他是他看那個網路上刊登的價錢 里程數是四萬公里 結果他到了現場 跑一趟路去現場以後 才發現里程數是二十四萬公里 他看到當下他轉頭就走 就是這麼簡單 沒什麼好講 好不好不要浪費時間 他再把你介紹別台 你就不要再浪費時間了 那一開始的廣告有問題 那人品就會有問題 所以建議是這樣 好不好 未許二代變速箱維修貴嗎 還好啦 Toyota的車 你不用擔心會修貴到哪裡去 變速箱兩萬多塊吧 我覺得 其實修變速箱跟大家分享一下 修變速箱的價格 跟保固多久有關係 如果變速箱他修完以後 如果保固三個月是一個價錢 假設啦 我先假設 修好保固一個月是一萬八 然後你要保固半年 也許是兩萬五 那你如果要保固一年的話 也許是這個兩萬八 好他們 他們修好之後 會依照一個保固的期限 來決定最後的價格 福斯的喜樂口中古車想買的話 有什麼要注意的 喔喜樂口要注意的蠻多的 喜樂口小毛病蠻多的 如果真的是確定要這個車的話 你就不要買里程數太高的吧 然後不要去買到有改裝過 又改回來的 不要買到有改裝過晶片 改裝過電腦的 好不好 要注意一下 這車其實原本喔 小毛病就算是偏多的一台車子 換高流量濾芯好處多 還是壞處多會比較耗油嗎 正常來講換高流量濾芯應該會比較省油 但是因為它的孔洞比較大一點 所以有可能會造成 這個那個叫什麼 潔氣門比較容易髒汙 所以你可能會需要提早去清理潔氣門 因為它過濾的雜質比較沒有這麼的細微 那就跟我們家裡的這個空氣過濾器一樣 家裡的空氣濾清器一樣 你如果說它越是可以過濾越細微的話 那它可能就比較容易髒汙 那它如果說它的流量比較高的時候 就代表它的孔洞比較大 所以有一些比較細微的髒汙就會經過空氣濾網 跑到你的引擎啊 跑到你的潔氣門裡面 所以你的火星災等等 那個那個叫燃燒室 有可能會比較容易有積碳變髒 有好有壞啦 也沒有什麼好處多壞處多 我覺得都是有好有壞 柯P安裝過的隔音條有什麼看法嗎 汽車隔音還有地毯下車門的處理 這些會有什麼差異嗎 差很多齁 隔音條一般只是在隔絕一些風切聲 還有一些氣密性的改進 那如果你汽車隔音在地毯下跟車門的處理 坦白說改了之後你會有很明顯的提升 質感行車質感會有很明顯的提升 可是通常地毯下跟車門的處理 價格都很可觀 我最近有一個企劃就是要 哎呀有個爆雷 我最近有一個企劃就是要做 你剛剛講的這個車門跟地毯的隔音企劃 不過照這個整理的時程看起來可能 也要一兩個月後才看得到影片 因為我都跟大家講 你們沒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 好不好一定要訂閱一下 因為我們做一篇稍微比較認真去整理車 或者是去教大家DIY 或者是像這種做隔音什麼這種影片 其實一支影片都要拍很久 所以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人員的人力還有時薪薪水 其實都是很大的壓力 真的如果大家真的覺得看我們的影片有幫助 阿不要吝嗇你們的訂閱鈕 好這個在這邊再一次拜託大家 因為這也難怪齁 台灣為什麼現在的節目阿 很多越來越多的談話節目 阿因為談話節目好做阿 找幾個來賓來聊聊天 喔你好你好 哇你有什麼看法 嗨初めましてよろしく 喔欸 訪問一下 對不對 阿一集就過了 阿這樣子的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預算就比較低 好不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記得支持一下 我朋友 請問朋友20年特色有賣兩萬三需要注意什麼嗎 我是開避震舒適油門順暢 只有引擎漏油 不知道會修很大嗎 不會啦特色有零件很便宜阿 對啊 而且買兩萬三你也沒什麼好注意的 你要注意車能不能開就好了 呵呵呵 欸兩萬三就不要太要求太多了吧 能開阿覺得給他試開一下 覺得順順的就好了阿 欸稅有T30熱車時代速會掉到三四百轉 要怎麼處理 沒有怎麼處理阿 去調整一下那個代速馬達阿 清一下阿 或者是去那個 一些感應器 插一下電腦 插一下感應器吧 潔氣門多少里程清一次 一般建議是一萬公里阿 兩次的保養就可以去清一下 DSG壞掉休餘的價錢大概是多少 好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DSG壞掉休餘的價錢 DSG的變速箱如果壞掉阿 分三個東西 第一個離合器片 第二個變速箱電腦 第三個法體 好不好 那一樣東西呢 大約啦大約是在三萬塊左右 三萬三萬三萬 兩萬多至三萬 那通常你要三個東西壞掉的機率 其實真的不高 通常都是三折一或三折二 阿如果三個都讓你遇到 你真的運氣是夠好的 好不好 所以大部分是這樣 大部分是這樣 不會三個都中標啦 比較難 我還沒有遇過三個中標的 DQ200會不會很多問題阿 基本上這個DQ200的問題 其實你網路上查一下 應該是可以得到蠻多答案 小獅哥有機會拍太快的車嗎 覺得Juliet怎麼樣 很可愛很漂亮阿 意大利車真的很漂亮 可是意大利車真的很高拐 真的很高拐 他意大利車真的很美 可是真的是脾氣非常的討厭 電視上看到小獅說二代馬三是國城的零件 所以費用會比馬三三代便宜 價格會差很大嗎 價格會差很大嗎 三成到五成吧 漢元說很喜歡看我們拍的影片 謝謝你 感恩也記得幫我們訂閱分享 幫我們分享一下 請你的朋友也幫我們訂閱一下 好不好 謝謝 四輪的輪拱隔音費用大概落在多少 其實輪拱的隔音有分幾個 有一些輪拱的隔音只是很單純的去噴上一些隔音防撞器 那有一些的輪拱隔音他還要加上一些比如說發泡 或者是一些自證店的一些處理跟黏貼 所以費用我覺得要看你是做什麼程度的輪拱隔音 而且我蠻久其實我沒有 我蠻久沒有給外面的人做隔音了 所以現在的價格坦白說我不太清楚 那如果在我那個時代輪拱隔音做起來 你沒有兩萬塊應該沒有人要幫你做 我那個時代是這樣 05GB Lancer副駕駛座去加油洗車 手套箱下方大漏水 下大雨反而沒有有碰過這種狀況嗎 呃...我猜啦 我猜是你去加油站洗車的那個 你去檢查一下你室內跟室外空氣循環 也就是在你的雨刷覆蓋 我們那個雨刷下面是不是都會有一個黑色的塑膠 雨刷覆蓋 那裡面應該有排水還有裡面應該還有這個 室內跟室外循環的一個格柵在裡面 那你可能要去看一下是不是那邊漏水 DSG正常使用里程壽命 沒有這沒有一定的 真的有人四萬有人六萬有人開十幾萬 這都不一定的 17年後的CAMBERRY中古車市場的量是不是比較少 我跟你講其實17年後我有發現 感覺好像17年後CAMBERRY賣的沒有以前這麼... 數量這麼龐大 所以其實我覺得路上數量也其實就比較少 所以造成二手車市場應該也會比較少一點 DSG的乳型換髮體油會改善嗎 我覺得不會 我覺得它的那個乳型是就是韌體的問題 我覺得跟那個沒有關係 庫膏20142.0看法如何 40大約剩多少 應該剩四十幾萬吧 庫膏其實還是不錯的啦 對啊我覺得福特這近年來車真的做得還蠻不錯的 原廠自己賣的中古車可以考慮嗎 這個我之前講過了啦 基本上原廠的招牌比較大一點 所以不至於賣你一些事故車啊 泡水車啊或者是調表車 我相信是不會啦 那但是說 它的零組件引擎基建方面 我就不敢確認了啦 因為基本上以台灣的二手車來講 現在還沒有一個很明確的規範 現在以台灣的二手車 還是統一認為說 我只要賣你一台車 沒有事故 沒有泡水 沒有調表 沒有當過計程車 我就是一個好車商 沒有人在管基建 沒有人在管基建 好不好 我就是佛系車商 我賣你的時候沒有騙你 我賣你的時候 事故泡水那些都沒有 那我就是一個 呃 佛心車商 所以沒有人在管你基建的部分 有沒有漏油 回去還要花多少錢修 是不是一回去就要換煞車皮 換皮帶 換油 不知道 會不會回去開一個月 電瓶就沒電了呢 不曉得 好不好 這個也沒有明確的規範 考慮同時在FB跟Youtube同時播出嗎 我是覺得齁 我FB做兩三年了 所以我其實我覺得FB做的習慣習慣 那我坦白說齁 以我現在的訂閱人數 我如果在Youtube開直播 人數一定會比這邊多很多 只是我覺得多就亂 而且我覺得 目前我覺得FB的觀眾朋友比較nice 真的 所以 目前還是以FB直播 然後Youtube做精華為主 好 那Podcast之後應該也會傳上去 但是你要記得 我們FB懷舊企劃 要記得大家多幫我們點閱一下 好不好 因為現在好像FB也有一些 點閱數的限制 所以我要符合他的限制 到時候再請大家幫忙一下 對於和泰 開始把車輛等級用隔音分級 有什麼看法 我覺得還不錯啊 反正 反正跟二手車一樣嘛 一車一礦一駕 對不對 你要什麼樣的服務 買什麼樣的價錢 對不對 開始寫書了嗎 我已經出過一本書啦 而且我應該是不會再 我應該是不會再 再出了吧 出書非常的累啊 不信你問我老婆 出書 還要不要再出書 不要 有沒有 我跟我老婆齁 都各出過一本書 所以我們知道 出書是一件非常 很 繁雜很累的事情 但是雖然出的時候很感動 但是真的還蠻蠻累的 16年野馬六代 跑一萬五千公里左右 原廠建議沒五千回去保養 真的有需要嗎 有啊 如果原廠建議你五千 你就五千啊 齁 這個多保養總比 不保養好嘛 齁 有病治病沒病強生的概念嘛 對不對 我是覺得像這種車 五千保養 我覺得 喔16年喔 16年五千保養OK了啦 翠迪書說 好奇問一下 那種所謂 原廠認證中午車 賣的那種 只有里程 二十公里 還是當年份的車 這種車是怎麼來的 它有可能是那個啊 試乘車啊 試駕車啊 對不對 或者客人買了沒來領的啊 或者是說 從業績用的領牌車 掛牌車啊 都有機會啊 避震器有漏油才換嗎 避震器通常 如果以自用來講的話 你符合幾個原則 其實就可以換了 第一個當然就是有異因嘛 那第二個就是漏油嘛 第三個就是你覺得 你過坑洞的時候 已經會有餘症了 好已經有餘症了 我覺得都可以換 太軟了 小資哥大陸胎跟韓國胎 是不是很便宜 平價所以很多人愛用 對 這個就是看錢在做人而已 沒有什麼 大家都知道不好 但是大家就覺得便宜 懵用 台灣人喔 有時候會有那種 所以我以前開玩笑 拍影片我常會說 要錢不要命 那的確真的有時候 台灣人過分的去在意那個 好啦也許對他來講是大錢 也不一定 像今天有一個人 就問我一台車子 然後我就回他說 那台車是2.0的 然後他說 啊這車很漂亮 可惜了 他如果是1.6的就更好了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你已經 你已經很喜歡這個東西 你覺得這東西很漂亮 那你 他原本這個車就是只有2.0 沒有1.6的 那你怎麼會想要去覺得 這一年的五千塊 然後你會覺得說 啊好可惜 我要喜歡這台車 可是他如果是1.6就更好了 那我會覺得說 欸 也許 對啦也許五千塊一年 對他來講 很很重要 應該這樣說 對啊 我們也不能這樣講 對 期待開包Z4 Z4已經買回來 半年超過了 SRX已經買回來一年了 浮出水面的機會 我看一直浮不出來 Z4會拍啊 Z4會拍 一直在排隊 對我的車太多 要排的東西真的蠻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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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就是我因為拍影片之後 然後可以買到很多很特別 很特殊的車回來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發電機需要一方性更換嗎 不用啊 發電機你記得每一次保養 養成一個習慣 用那個儀器去量測 它的發電的電壓電流 其實就可以提早 提早更換了 小四個考慮斜槓租車 沒有欸 因為短期短期短程那個很麻煩 那個會牽涉到很多保險的問題啊 那種汽車碰撞有的沒的那種 我這人齁 我跟你講我這人最討厭囉嗦 你租個車 賺的那個一千多 兩千三千五千好不好 我會覺得很囉嗦 所以我應該不太會去做這個東西 我不太適合 神獸送客 掰掰 掰掰 好不好 好啦最近拍攝很多 早點休息 謝謝今天大家來收看 然後 要記得 訂閱我們的 Youtube 大家晚安啊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 再見 再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